当时最近消息 上午十一点多在国道一号南下15公里处 东湖交流道附近发生了一起追撞车祸 现场碎片掉了满地 扫车严重变形面目全非 当时疑似就是这辆自扫车先自撞后栏 后方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撞上 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紧急救出了一名女子 但她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往医院抢救当中